哇 东南亚最爱的水果之一 泰国水果皇后山豚 说起水果皇后 你可能会想到山竹 其实在泰国还有一种水果 也被称为水果皇后 那就是山豚 这种遍布东南亚的奇怪水果 受欢迎程度丝毫不亚于榴莲和山竹 成熟的山豚质地如海绵 口感独特 味道酸甜非常好吃 而未成熟的山豚果肉极酸 和生芒果一样常被用来腌制 并搭配辣酱和虾干等调料做成小吃 在泰国极受欢迎 在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等地 也有各种用山豚制作的美食 可以说山豚是东南亚最常见 也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 山豚英文名山豚 也为叫做Cotten Fruit海绵果 属于炼科植物 可能是炼科中唯一可食的水果 成熟的山豚有苹果大小 外皮橙黄色或棕色 绵软多汁的果肉 包裹着3-5颗蒜瓣状种子 看起来像是一颗大号的橙色山豬 因而在有些地区也被称为野山豬 但实际上山豚与铜荒鼠的山竹相去甚远 山豚被认为原产印度支那与马来半岛 如今遍布东南亚各国 由于果树高大可遮阴防风 而且果实产量很高 一颗成熟的山豚树可产进两万颗果实 因而山豚深受当地种植者的喜爱 山豚的食用方法很多 通常是成熟后食用其白色绵软的果肉 而未成熟的山豚切片蘸辣椒盐 是东南亚更常见的吃法 在印度通常以各种酱料搭配 菲律宾人更喜欢用它来烹饪鱼肉 而在泰国将生山豚去皮 浸泡在酸水中腌制 然后切片并浇上密质的酱料 就制成了当地极受欢迎的小吃 山豚不仅好吃 还是一种被低估的健康水果 研究发现山豚对治疗和预防过敏有一定效果 并含有胡皮素能够抗氧化并增强免疫力 对感善贫血也有一定帮助 但使用山豚时切勿吞咽种子 有可能会导致胃肠穿孔或梗阻 怎么样 这种东南亚特色水果山豚你吃过吗 关注果汁谈 了解更多水果知识